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从这一期开始,我们来讲周永康政变的故事 不过先和大家一起来先吃个大瓜 讲一讲也和周永康政变相似的一件事 那就是这几天占据了全世界所有新闻头条的俄罗斯兵变的事情 而这只突然飞来的黑天鹅 不只是动摇了已经掌控俄罗斯23年的普京的根基 也把远在北京在三个月前约定普京一起打造百年变局的习近平下了个半死 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正在和乌克兰打仗的俄罗斯 上周六,也就是6月24号,突然发生了兵变 独裁者普京亲手为大的雇佣兵瓦格拉集团竟然临阵搞起了叛乱 这么一折腾,那可以说是天下震动 把普京吓得差不多要心脏病发作 事发后两天都不敢怒面 据说当时他都领导先行 已经是逃出莫斯科去安全地点避难去了 戏剧性的是,这个瓦格拉集团头目普里格金搞叛乱是毫无章法 简直是随心所致,战法更是一天四变 在沙道尼莫斯科只有200公里的时候呢 竟然止步不前像双大的茄子一样粘了 最后还把自己给放逐了 清军策了,搞兵捡了,讨银子了 都没有达到目的 只能说是瞎折腾白忙了一场 据说目前他是灰妞妞的跑到了白俄罗斯 估计他的雇佣金事业要在白俄罗斯另起炉灶了 普里格金这么一番神操作就让很多人都看不懂了 不过有中国网民呢 不只是看懂了普里格金的戏码 还根据中国历史上的兵片事件呢 把他这一天四变的判断呢 做了一个很好的对比 这篇短网文的大意呢是这样的 就是说上午的时候啊 感觉呢,这个像是吴三桂打开了山海关 普里格金呢,要与乌克兰军河流 直取俄罗斯的江山 那到了中午的时候呢 感觉像是明城主朱棣的禁难之一 打着清军策的旗号呢 要把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伊苦和俄军参谋总长 格拉西莫夫呢,给拉下马换人 到了下午呢,又感觉像是安史直乱 普里格金竟然大着胆子 大骂普京是个无能的昏君 还说啊,要换掉这个混蛋总统 到了晚上呢,戏码又变了 更像是呢,西安事变了 普里格金突然哑火 张学良仰虎成福体 瀕临城下,也就变成是兵俭了 网友确实很有才 其实呢,还可以更有才的 可惜的是普里格金啊,不配合 因为如果到了深夜啊 再加上啊,城桥兵变黄袍加深的戏码 一天五变,尼书悟空七十二变呢 又进了一步,那就更加的好看了 可惜的是,没有黄袍加深 估计普里格金啊,最后呢 也就是张学良仰虎成的下场了 记得很多年以前 重庆市前公安局长王立军呢 就曾经说过 他啊,就是一块口香糖 被上面的领导啊,嚼完了 随地呢,就给吐了 那还算是好的 很可能啊,还会给粘在鞋底 狠狠的踩上几脚 问题的是,普里格金这个雇佣兵头子啊 可能还真的不知道 这个东国监狱坐过牢混黑社会出身的普里格金 豪勇斗狠,指挥使求强盗的胡狼之师呢 问题不大,甚至呢还做得相当不错 但是,如果啊,不想做口香糖 去做项羽牛邦朱元璋 最后是杀尽莫斯科,把普京赶下台 普里格金啊,那就没有这个底气了 当然,我们呢,不必为这个战争贩子的普里格金叫屈 他在乌克兰做得饿 将来在军事法庭作为战犯呢 他是逃不了要被审判的 他这次失败啊,也不过呢是罪有应得 倒是他这次兵变是牵一发动全身 引起了呢很多的评论,很多的关注 这里呢,我也马后炮了简单的讲几个看法 第一个就是啊,兵变发生后 瓦格拉雇佣兵这群监狱里放出来的凶神恶杀之徒啊 俄罗斯老百姓啊,竟然是一点也不害怕 所到之处呢,一般市民啊,还把他们当成是英雄一样的看待 他们不仅不担心,这些叛兵呢,会带来民苦聊生,血流成河 反而是丹四胡江啊,以赢王师 可见大独裁者普京是苦名久矣 实在呢,是不得人心已经被人民给抛弃了 第二个就是呢,挑起战争啊,不仅是不得民心 而是呢,随时会出现意料之外的状况 就像这次普里格金这只黑天鹅突然飞来一样 这个事实对于处心几率想攻打台湾的习近平啊 可以说是又一起当头棒喝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久攻不下,搞成了论持久战 已经呢,把他那个军国主义者的大佬啊 早就浇了一盆冷水 现在突然来了一出兵变 习近平这几天晚上啊,又怎么能睡个好觉呢 他又得在电量电量,穷兵独武的下场了 这不是嘛,瓦格拉一兵变 习近平不就吓得是了方寸 同意俄罗斯应该把2014年占领的克里米亚半岛还给乌克兰嘛 如果内比一下的话呢 他其实是更加应该放台湾一马 放弃武统台湾的春秋大梦 当然台湾方面呢,也得多谢呢 普里格金这个人头老,对60多了,不是人头青了 给习近平呢,带来这么清晰,这么直接的 像泰山一样大的压力 第三个看法就是啊 这次普里格金出征莫斯科 行动迅速在不到24小时之内呢 已经冲乌克兰南部前线 向莫斯科推进了将近1000公里 一路上简直是如入无人之境 而且呢,还打下了好几架俄罗斯的军机 相信最后是因为后勤跟不上 部队呢,只好在距莫斯科200公里的时候停了下来 兵变叛军最后没有能够杀进莫斯科 我觉得普京啊,真的要感谢俄罗斯 没有像中国那样的高铁网络啊 各位想一想 如果哪一天习近平与台湾开战呢 而福建前线的一支部队呢,突然划变 那么搭乘高铁从福州上北京要多长时间呢 虽然福州远在大约2000公里之外 如果要杀进北京 那就不用十个钟头就到了 连后勤补给啊,都不用去担心 建高铁的人不知道 高铁其实是一把双轮件 用得好,当然呢,是可以变名 那用得不好啊,可能就会有利于叛军 或者是侵略者了 说一句题外话 在六月初呢,俄罗斯方面就传出了有消息说 准备花三万亿卢布呢,建一条高铁线 现在瓦格拉兵团兵变的教训 很可能啊,这一计划呢,就胎使附中了 中国的这笔至少是数千亿美元的生意呢 也可能就泡汤了 第四个看点就是啊,独裁者其实呢,都是很虚弱的 普京是这样,习近平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中国古话说,师道寡助 在普里格金,挥施莫斯科之时 据说莫斯科呢,向盟友和友好国家求助 很多国家领导人呢,居然都不接电话 只有一个大嘴巴的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 他一边嘴上说要去莫斯科勤王小贼 一边呢,又在社交媒体上说 哎呦,我的军车被堵住了,来不了了 可以说一遇考验 普京这个独裁者所谓的朋友们都掉了链子 这何止是寡助呢 简直就是被他们给抛弃了嘛 还有一个看点 普里格金啊,这次兵变虎头蛇尾 是因为呢,他存在着认知盲点 从头到尾啊 他只是呢,像一个真宠的孩子 希望能够获得老板普京的糖果 糖果要不到,就像广东话说的发烂杂了 大陆之下呢,就要搞兵变了 他看不出问题的根源 也跳不出真宠的认知误区 所以呢,只能发烂杂 如果啊,他跳出了这个误区啊 不是去要糖果 而是去把普京的糖果给抢过来 事情就会简单多了 普里格金有这样的认知盲点 没什么奇怪的 毕竟是黑社会出身 现在依照富贵变成了爆发户 他的眼光所及啊 也只是眼前的有限的一点得失而已 犯他这种错误的人 古今中外,那可以说是 例子啊,多到数也数不尽的 我们今天接下来要讲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啊 周永康和普里格金一样呢 就是因为了有这个误区和认知盲点 虽然呢,他也曾经搞了个319政变 武警和正规军的对抗之时 枪声大作 但是周永康政变持续的时间呢 比普里格金还要短 政变之后呢 整个事件呢 甚至还被中共当局抹去了痕迹 就像了没有发生过一样 同样,正是因为319政变未遂 周永康也没有落个好下场 不仅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程 最后还要锒铛入狱 关于周永康 我们在前面两个系列呢 也就是薄熙来和令计划的故事当中 在最关键的时候呢 我们就已经反复的听到他的名字 周永康就像是薄熙来和令计划 两个人背后的男人 他先是和薄熙来结盟 定下了推翻习近平的政变计划 在王立军叛逃到美国领事馆之后呢 他又不断为薄熙来下指导旗 后来薄熙来受年内下台 在中共常委开会处理薄熙来的时候 他也是虽千万人无网以 不惜与八个常委作对 也要逆保薄熙来 而到了后来 令计划儿子令古法拉利车祸死亡之后 他又与令计划按时密谋 达成政治分赃协议 说是要送个老板给令计划当 然而这些呢都是预知未来 纸上谈兵 所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 哪里像319兵变 枪上唐兵上阵 两军交锋来的是哄哄烈烈 其实啊 假如319政变成功 中国的政局发展 根本就不可能演兵到现在的模样 有人就会说了 那贪污腐败是不是会减少啊 老实说这个可能性不大 那中国是不是就实现民主化了呢 老实说这个可能性更小 但是各位 假如319政变成功 也许呢 中国不会出现什么令人满意的进步 但是呢 也绝不会像现在这样退步 退回到绝对专制的状态啊 习近平也绝不可能了指路为马 硬是把定于一尊 一人独裁 说成是什么全过程民主啊 不论怎么说 319政变都是中国政治上的一件大事 也是中共面临的一次生死考验 就像俄罗斯这次瓦格拉集团兵变一样 带来了深远影响 那周永康319政变究竟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啊 那还真是一言难尽 需要了花一点时间 才能讲清楚 我们先回顾一下 在2012年3月19号入夜之后 北京市民听见了什么 看见了什么 那个时候啊 北京很多市民啊 在微博等社交媒体上来发布消息 说是啊 听到住家附近的是枪声大作 有胆大的人呢 上街看 发现有坦克车都开上了街 长安街上是军车如临 气氛呢 非常紧张 这是1989年 邓小平出动机枪坦克 用武力镇压六四民运以来 北京首次出现这种恐怖的景象 由于这些信息啊 在网上出现呢 各界就开始猜测 北京出大事了 其实像38集团军 几万人出现在北京街头 这么大的事 你又怎么能瞒得了人呢 网上呢 也就出现了像这样的消息 38军入京了 武警机动师被缴械了 康师傅已经下架了 等等 那几天北京可以说是成了谣言之都 不只是网上了 大街小巷 车站 码头 饭店 旅馆 茶室 酒楼 凡事有人聚集的地方呢 都在谈论了北京的政变 康师傅下架的传闻呢 甚至还导致了真正的康师傅 方便面的销售呢 都出现了困难 但他们又不能够在电视上公开辟谣啊 真是哭笑不得 不过这些猜测很快就引来了网管三帖 包括长安街了 江生了 周永康了等等的都成为关键词 被屏蔽掉 这样一来就更加的令人相信 北京呢是出了大事 这些帖子呢 那是三不胜三啊 后来北京市公安局干脆的就直接抓人 在一周之内啊 抓了近一万多人 说他们的造谣传谣 一时间呢 大小监狱 居留所 看守所 劳教所 收容所啊 都是人满为患 一些维权律师 像江天勇 李和平 李方平 徐志荣 以及呢 近期饱受性侵犯指控困扰的滕彪等人呢 甚至直接被失踪 在关了一两个月之后呢 才把他们给放出来 那么3月19号夜间 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大事呢 现在是十多年过去了 这个答案呢 已经很清楚 就是当晚发生了一场 严重的政变 只不过呢 中共官方啊 到现在都没有给出解释 这个事件呢 那也就还停留在传言的阶段 真相呢 也就还锁在黑箱之中 大家知道官方越是不说 民间的猜测呢 就越加不断 猜测的事件动机和结果呢 也就是越加的离谱 多年以来啊 关于319事件在网上流传的比较广的呢 有三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3月19号晚上 发生的是一场中纪委和政法委的内讧 两派人马的目的呢 是抢夺薄熙来案的关键证人 并司机刑事员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根据徐明公司后来传出来的消息 在薄熙来被撤职查办的前一天晚上 也就是3月14日晚间 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人马呢 带走了徐明 而为了调查薄熙来的案子 温家宝啊 要中纪委副书记马文 设法呢 把徐明尽快地掌握到中纪委的手中 马文于是呢 就派人呢以调查腐败为名 要求公安系统将徐明交给中纪委 公安方面在请示周永康之后 就拒绝了马文的要求 于是中纪委的人员呢 就拿出周永康的儿子周斌 做生意呢 涉嫌贪腐的资料进行要挟 周永康见对方是来者不散 在3月19号晚上呢 一方面是调动武警啊 转移徐明 一方面呢 是调动公安呢 加强戒备 中纪委这边呢 也马上调动人马 就试图司机抢夺徐明 由于事发突然 惊动了中南海的高层 中共中央办公厅呢 也调动中央警卫局 加强防范 于是各路人马就这样 不明就你 闹闹哄哄一夜啊 弄得是京城骚动 人心惶惶 第二个说法呢 是3月19号晚上呢 发生的是一场未遂的政变 政变的主角呢 正是周永康 他当时呢 调动了大量的武警部队 包围了新华门和天安门 胡锦涛在知道消息后啊 紧急的调动38集团军的 入京秦王 同政法委大楼外的武警呢 发生了对峙 武警啊 对天凝枪失警 但38军的精锐部队迅速呢 把武警叫了谢 到2019年台湾呢 有媒体又爆出了第三个说法 说啊 这是一场由周永康发动的军事政变 但是呢 被提前涉负的胡锦涛调兵挫败 节目中介绍说啊 3月19号深夜 北京市区枪声大作 坦克都开到了街上 周永康调动下属的武警部队呢 前往新华门集结 当武警啊 准备包围中南海时 周永康没有想到呢 会遇到一支部队的阻挡 后来他知道是第38集团军 已经呢 在守株待兔 好像知道他们要来一样 这三种说法中啊 第一种其实是算不上什么 兵变呢 或者政变的 政法委人马和中纪委人马 对此能闹出多大动静来吗 不过第二种和第三种说法呢 那可就是名副其实的政变了 但是两者的差别呢 也不大 一个呢 是38集团军主动的 早就埋伏好 一个呢 是38集团军呢 是被动的 在事发了之后呢 才掉入北京的 那么这三种说法 哪一种说法更接近真相呢 你又听过 或者是相信的是哪一种说法呢 应该说第一种啊 基本上是瞎扯了 还把行刺温家宝 拉到一块呢 那就更加是无忌之谈了 而第二种和第三种说法呢 都提到38集团军进北京 这当然是真相的一部分 但是呢 也不全面 而且呢 也都有硬伤 所以到了去年年终啊 又出现了第四种说法 有一个住在美国的红二代 叫向阳的 他自称的红二代啊 去年呢 出版了一本英文书 叫做中国对决 他把319事件呢 还一度炒热 因为呢 他在书中啊 提出了319政变的第四个说法 这个向阳还曾经接受了 美国之音电台的访问 说他和他的父亲啊 曾经参与了 说他和他的父亲呢 曾经参与帮助了 几支支持薄熙来部队之间的串联 以证明他书中的资料和结论呢 都是可信的 那他的这第四个说法又是什么呢 简单来说 就是当晚的政变呢 是由薄熙来的两个太子党好哥们 一个呢 是十大元帅之一的陈毅的儿子 陈浩书 一个呢 是中共元老何长公的儿子 何光业 在前往见周永康的时候啊 要挟游说是双拐齐下 要了周永康调动武警 发动政变 拿下中南海 夺取中共的最高权力 但是不料中共总书记胡锦涛 早已通过监听呢 获得了他们政变的秘密 最后呢 紧急调动38集团军入京评判 当然这件事的过程呢 很复杂 我这里呢 只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中国对决了这本书的观点 但是奇怪的是 美国之音后来呢 撤下了对他的访问 美国之音没有解释原因 向阳也好像没有提出抗议 或者是说 发出什么声明之类的 美国之音为什么要撤回 对向阳的访问呢 很可能啊 就是他们收到了投诉 向阳 中国对决这本书的内容啊 涉嫌抄袭 因为呢 与另一本书的内容呢 太过相似 但是这本书呢 就很少有人知道 也不容易找到 不过我就找到了这本书 书名很直接 就叫 《北京枪声2012年319政变内幕解密》 这本小书呢 大约12万字 用的是小说手法 非常像上世纪 八九十年代 中国非常流行的 纪实文学 对319事件的来龙去脉啊 都做出了完整的交代 其中人物呢 都是争名实姓 他们的职位啊 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啊 都是交代得相当的清楚 可惜的是 这本书的成书时间不详 作者不详 上传网站的时间呢 也查不到 这本书中呢 还附了两篇文章 一篇呢 是2012年8月29日 由太子党陈小鲁领衔发表的 《至中共十八大代表》的公开信 另一个附件呢 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明 在2012年8月30号呢 发表的一篇文章 从这两篇文章 和内容来看呢 大约可以确定 一是作者呢 与红二代有关系 很可能知道 319政变的部分内情 第二个呢 就是这本书的可能啊 是在2012年年底就完成了 因为这本书的内容 基本上没有提到 中共2013年后呢 发生的人事变化等 包括了周永康在当年呢 2013年被调查的事 另外我还找到了 陈浩书和光业 测动政变这种说法的 可能是网上呢 最早的版本 那就是2013年 5月30号上传到一个叫 新世纪网站的贴文 这篇贴文的作者呢 同样没有留下真名实信 标题就叫 一鸣 一年前的流产政变 这篇大约三千字的贴文 像北京枪声这本书的 精简版 讲述了319政变的 大概过程 从两者之间的内容来看呢 这篇贴文和北京枪声 这本书的作者 应该是关系很密切 甚至呢 可能是同一人 可惜的是 由于新世纪网站的 读者不多 传播呢 不管 他关于319政变的说法 知道的人呢 也不多 很有意思的是 这篇贴文呢 也提到了导致令鼓的 法轮利死亡车祸 在这场政变中的作用 但是作者说 这并不是所谓的政治谋杀 而是一起情杀案 文中的两个情敌 一个叫令小龙 一个叫陈小虎 分别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令计划的儿子 和中国对外友好协会会长 陈浩书的儿子 小龙小虎 咱们一听就知道了 用的是化名来的 作者呢 对高官们的背景 那是如数家珍 应该呢 是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的 话说啊 这两人呢 都是北京城有名的 纹固子弟 不学无术 吃喝嫖赌读 无所不为 两人发生矛盾呢 就是为了一个女人 也就是3月18号 凌晨在法拉利跑车上面 两个女生当中的一个 陈小虎啊 和那个女生呢 发生了一夜情之后 是神魂颠倒 意乱情迷 很想呢 长期的保养她 没想到这个女生 根本是看不上她了 只是呢 想拿她做征服男人的实验品 以便呢 打败情敌 俘获真正的猎物 令小龙 在临走的时候 这个女生啊 还甩给陈小虎600美金 太子党的后代 陈小虎 何曾受过如此的奇词大辱呢 怒从心头起 是恶向胆边生 一直呢 就跟踪他们 并沉着令小龙 带着两个女生在三里桥酒吧 循环坐乐的时候呢 指使人呢 在她的跑车刹车系统上 做了手脚 于是呢 一起重大的车祸就发生了 令小龙是当场死亡 两个女生呢 是重伤 由于案情重大 北京交警啊 不敢擅自处理 报告给了中央的警卫局 中央警卫局的两位副局长呢 轻率专家对现场和法拉利跑车呢 做了技术勘察 发现法拉利的刹车系统被人做了手脚 也就是说 这不是一起普通的车祸 而是一起蓄意安排精心策划的谋杀案 就是这起车祸呢 令陈浩书和何光叶去找周永康 要他发起政变 周永康面对这两个太子党 当时是怎样应对的呢 胡锦涛又是怎么知道他们的秘密的呢 这第四种关于政变的说法 又能否自圆其说呢 我们下期再谈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